台九線透光工程陸續完成之後 行車路面也大幅增加 也增加了用路人的行車速度 但在交通壁壤的同時 也增加許多交通意外事故 而在今年1到7月 共發生185件行車意外 已經造成至少私人死亡 一名家屬來到孩子的事故現場 由於太過傷心而無法平復情緒 因為在上個月31號 一名江信女子因為大雨視線不良 再加上路面積水導致打滑 在這個路段不幸喪命 我希望我們交通局公路段的 務必把排水設施務必要改善 一定要設一個排水孔讓水排出去 另外就是分割島 一定要有一個分割島 路延時也找不到他分割島在哪裡 都沒有排 包含我這個大哥 當初他的女兒在兩年前 也是因為積水導致他打滑之後 然後就斷送了他的生命 回國台九線249到253.4公里處事故統計 109年到111年共發生事件死亡車禍 而A3自撞事故則從5件一路攀升到21件 家屬也悲痛的希望相關單位能夠痛定失痛 儘快改善路面積水的問題 目前我們初步會先從造勢的熱點 這個地方也就是現在我們在的這個位置 去先著手做改善 然後後面再去做其他路段的檢視 公路總局第四氧工處 玉里公路段表示 除了造勢熱點優先 左手進行既有的路源時增設 反光導標以及減速慢行排面之外 也將會研議設置前後 固定式測速照相機 另外在安全島設置改善部分 因為牽涉到路面配置 以及地下管線的問題 卻要再進一步討論 原則新聞著樓 BIT花蓮瑞瑞 採訪報導